真言第四章 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 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就护卫你 要爱它它就保守你 智慧为首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 它就使你高升 怀抱智慧 它就使你尊荣 它必将划冠夹在你头上 把荣勉交给你 我儿 你要听受我的言语 就必延年易受 我已只教你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你行走 脚步必不至狭窄 你奔跑 也不至跌倒 要持定训会 不可放松 必当谨守 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不可行恶人的路 不要走坏人的道 要躲避 不可经过 要转身而去 这等人 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 不使人跌倒 睡卧不安 因为他们以肩饿吃饼 以强暴喝酒 但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恶人的道 好像幽暗 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 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济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你要除掉鞋臂的口 细绝乖谬的嘴 你的眼目 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 当向前直观 要修凭你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 离开邪恶 诗篇第十六篇 神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论到世上的圣民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他们所交电的血 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碑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神量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必称颂 那指教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肠 在夜间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的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自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 见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 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诗篇第十七篇 耶和华 求你听闻公义 彻听我的呼吁 求你留心听我 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 愿我的叛语 从你面前发出 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 你在夜间见察我 你熬练我 却找不找什么 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论到人的行为 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 自己谨守 不行强暴人的道路 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 我的两脚未曾滑跌 神啊 我曾求告你 因为你必应允我 求你向我撤恶 听我的言语 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 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 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 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阴下 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 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 他们的心被自由包裹 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 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 他们瞪着眼 要把我们推倒在地 他像狮子急要抓死 又像少壮狮子 蹲伏在暗处 耶和华 求你起来 牵去迎敌 将他打倒 用你的刀救护我命 脱离恶人 耶和华 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那旨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度福 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 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诗篇第十八篇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助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祂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曾有死亡的神所缠绕我 匪泪的急流使我惊惧 阴间的神所缠绕我 死亡的网罗领导我 我在急烂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那时因他发露 地就摇汗战斗 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汗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 从他口中发火焚烧 连碳也着了 他又使天下垂 亲自降临 有黑云在他脚下 他坐着基路白飞行 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 他以黑暗为长生之处 以水的黑暗 天空的后云为他视为的行功 因他面前的光辉 他的后云行过 便有冰雹火炭 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 至高者发出声音 便有冰雹火炭 他射出箭来 使仇敌四散 多多发出闪电 使他们扰乱 耶和华 你的斥责一发 你鼻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 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 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 他救把我 因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 暴打我 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因为我遵守了 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 离开我的神 他的一切典章 藏在我面前 他的律力 我也未曾丢弃 我在他面前 做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 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 手中的清洁 偿还我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待他 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待他 清洁的人 你以清洁待他 乖僻的人 你以弯曲待他 困苦的百姓 你必拯救 高傲的眼目 你必使他降倍 你必点着我的灯 耶和华 我的神 必照明我的黑暗 我借着你 冲入敌军 借着我的神 跳过墙远 至于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 是炼镜的 凡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 谁是神呢 除了我们的神 谁是磐石呢 唯有那 以力量束我的腰 使我行为完全的 他是神 他使我的脚 快如母路的蹄 又使我在高处安稳 他教导我的手 能以征战 甚至我的绑壁 能开同工 你把你的救恩 给我做盾牌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你的温和 使我为大 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 我的脚未曾滑跌 我要追赶我的仇敌 并要追上他们 不将他们灭绝 我总不归回 我要打伤他们 使他们不能起来 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 因为你 曾以力量 束我的腰 使我能征战 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 都扶在我以下 你又使我的仇敌 在我面前 准备逃跑 叫我能以捡出 那恨我的人 他们呼求 却无人拯救 就是呼求耶和华 他也不应允 我捣碎他们 如同风前的灰尘 倒出他们 如同街上的泥土 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尊敬 立我做列国的元首 我恕不认识的名 必侍奉我 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 就必顺从我 外邦人要投降我 外邦人要衰残 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迎债 耶和华是活神 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 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 这位神 就是那为我伸冤 使众民服在我以下的 你救我脱离仇敌 又把我举起 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 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 耶和华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 称谢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 给他所立的王 诗慈爱给他的受高者 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 直到永远 诗篇第十九篇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昌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梁带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神在其间 为太阳安设障目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如永世 欢然奔路 他从天这边出来 绕到天那边 没有衣物被隐藏 不得他的热气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辞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 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 真实全然公义 都比精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精精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低的蜜甘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这些便有大伤 谁能知道自己的措施呢 愿你赦免我 隐额未宪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 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了 诗篇第二诗篇 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 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 愿他从圣所救助你 从西安兼顾你 纪念你的一切贡献 悦纳你的凡计 希拉 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 成就你的一切筹算 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 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荆棋 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高者 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 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他们都屈身扑倒 我们却起来 立得正直 求耶和华施行拯救 我们呼求的时候 愿王应允我们